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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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让我感受到被家人疼爱的感觉 你会关心我 安慰我 在你面前 我不用假装的那么厉害 也不用逞强 累了 就对你说我累了 难过的时候 就倒在你的怀里 这个对我来说 就是你赋予我最好的感情了 你对我来说 不仅仅是朋友 是家人 我要我们一起体验 我们一起走过人生每一个阶段 毕业 工作 恋爱 结婚 生小孩 谢谢你 谢谢你 愿意跟我分享你的人生 愿意跟我分享你的人生每一个美好的时刻 好啦 不要再想其他事了 你再多说一会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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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快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孔明啊 你进别人家都不敲门的吗 门这种事物对于人类来说 或许能增加他们的安全感 但对于我来说 世界上本没有门 只有我想去的地方 我奉时间使者沙利尔来管理你们蒙面先生 只要你们按照规则 乖乖地完成任务名单 否则的话 谁也没法免除你们的惩罚 打死你 有心机 交时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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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一个呢 好 怎么回事 你的怀表坏了 你的怀表坏了 不是 哪用 怎么回事 呢 看你 看你 好了 不是 你 我 iss 好 你 我 秦赞 这一次你非但没有完成任务 还损坏了时间怀表 时间使者沙利尔 替你们实现最后的执念 作为交换 你们成为蒙面先生 收取意外死亡的人类的生命时间 这是规则 也是你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而你 不仅辜负了时间使者的眷顾 还违反了规则 损坏了时间使者的信物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看来 不知道自己反省的人 需要别人督促 是 接着 聂盟 希望你在下次任务期限内 把名单完成 而你 秦赞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下次不会就这样结束了 等一下 下次来 请你敲门 虽然你是磨灭先生的管理者 但是 这是我家 秦赞 你没事吧 秦赞 我来帮你治疗 不用管我 我自己犯的错 我自己来承担 我的治愈能力就是为你们存在 各口况 这伤口会限制你的能力 执行任务的时候也会受到阻碍 秦赞 你还有任务在身 你不能受影响啊 阎梦 谢谢 谢谢 灵儿 快起床啦 不要 不要 你要迟到咯 你身体怎么样 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我感觉还不错 等等可以一起消息 太好了 一定是我把你照顾得很好 明天继续包汤给你喝 这样好得更快 那我要感动死啦 你快点哦 我等你哦 好 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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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不上课 上课 这还不上课 下课 那个 铃儿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啊 我要保护好你 放置 放置一切意外发生 铃儿 你反应过度了吧 噓 我总觉得 有人在跟踪我们 哪里有人 半个人影都没有 不是人影 是那个东西 哪个东西 啊 没事没事没事 铃儿 嗯 我一直都很想问你 为什么想成为一名护士啊 我向铃儿 决心竭尽全力 除人类之病痛 除健康之完美 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 旧死扶伤 不辞艰辛 执着追求 为祖国健康事业发展 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 终生 好 我相信你一定 能成为一名好护士 加油 加油 铃儿 你没事吧 你别只顾着我啊 你都撞到电线杆了 而且我又不是玻璃做的 你看我身体都好啦 不行不行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Amy 你过来一下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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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等我哦 不要乱跑 铃儿 说 你来这里干嘛 呃 我们 我们 谁跟你我们啊 我警告你哦 不许靠近Amy 不许带Amy走 否则 我就把你的身份曝光 到时候你就被租进实验室 解剖 好 这么奋发 能不能先放开我 放过你 我只求你放过Amy 只要你不带她走 怎么样都 都行 四神先生 我求求你不要带走Amy嘛 她还不到二十岁 也没有谈过恋爱 我求求你不要害死她好吗 不是四神 我不会害死人 你不要骗我 那天实验室爆炸的时候 我明明看到你拿着怀表 我只是收集时间而已 我把我的生命时间给你 你不要带走Amy 你拿走我的 拿我的吧 不要带走Amy 等等 不行 你不答应我 我要叫菲莉了 菲莉啊 菲莉啊 菲莉 你 你收拾 那你 你答应了 不带走Amy 拿我的时间跟Amy换 菲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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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李宝珍 人的一生生生生死死 花开花落 遵循自然规律 在这个世界上 能量守恒 既不会凭空产生 也不会凭空消失 得到什么 也会失去什么 我即使没有去走时间 那些本该离开的人 也会付出代想 你答应了吗 不许骗我 你要是敢骗我 就算你死生 我也不会放过 记得哦 你 号 秦南哥早 早 秦南哥 咱们铸唱越队这边出了点问题 早上Mickey打了电话说非要辞职 咱们这也没有能备合的主唱啊 然后呢 所以您看能不能您再待几天 跟我喝一杯啊 老板 你怎么回来了 你是谁啊 你管我走还是回 我好歹都来了五个月了 你怎么还记不得我 行了 你先去忙吧 孙老板真是 来 我记得你说过谁是医生 还是谁生病来着 对 你女朋友病好了吗 老板 你记错了 我没有女朋友 我没有女朋友 瞎说 我就是在试探你 你小子哪里都好 就这点不好 就没见过你对女孩上我心 你看 这还不是心上人 我记性不好 你可别骗我 她吧 是一个特别的人 特别的 不就是你喜欢人家 喜欢是什么感觉 你怎么连喜欢都不知道啊 长这么大没谈过女朋友 不记得了 怎么你年纪轻轻的 也记性不好 好 小子 想不起来也没什么 老头我告诉你 喜欢 不是靠脑子 是靠这里 我这记性啊 也是越来越差了 好多事也都模模糊糊的 但是我记得我老伴 我老伴最会烧糖醋排骨了 最后一块总是留给我 都不给儿子 那味道啊 是又酸又甜 就像我跟你婶 我老伴 我老伴 我老伴去哪儿了 我得去找我老伴 我老伴去哪儿了 我老伴 秦三哥 我要做饭了 你吃吗 不吃了 你帮我打扒两分 带走 请进 白老师这办公室还真不错啊 今天怎么这么反常 主动给我送饭 昨天的谢礼 你只要别再受伤 我就放心了 擦手吃饭 真麻烦 我可不会在做任务的时候出麻烦 她就是你说的那个 没有生命时间下的女孩 的确是个特别的女孩 难怪你会受伤 什么意思啊 你不要紧张 就是想提醒你 似乎明知道向里儿的存在了 你呀 下了课就回家 不对 累了就回家哦 那些汤我都包好了 你要记得喝哦 要是身体不舒服 马上打电话给我 什么唐僧电竞啰啰嗦嗦 还不都为你 奇怪 好 先这样 拜拜 老板 对不起 我刚刚在 没事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影响各位用餐了 没事吧 没事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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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坐 来 谢谢老板 没事 没事 你最近精神不好啊 是不是照顾病人太辛苦 我给你放两天假 好好休息休息 不用了 谢谢老板 艾米她已经出院了 刚刚好像有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啊 没什么了 老板 你放心 我下次一定注意 听说艾米最近好多了 怎么样了 真是谢天谢地 老板 你不知道 当时我都快要吓死了 她躺在病虫上的时候啊 我真的很害怕她会 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 你们确实幸运 有的人 就没那么幸运了 这是她最喜欢的咖啡店 却没喝过一次这里的咖啡 没事 你好好休息吧 她不能碰到你 这边疲惯 好像不要获一样 我一定会儿 她不担心 你没有人 我自己肯不拿着 我给你放开 黄蜜蜜蜜蜜蜜蜜蜜 穿梭的梦里 虽然隔着无边的距离 我的心已交给你 Better me